我们开始新的系列 这个叫成功系列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的成功需要你的敌人 来 大家一起出来 成功需要敌人 成功需要敌人 看圣经创世纪第45章 一之八戒 唱一个人 你叫耶色这个人 成功需要你的敌人 创世纪第45章 一之八戒 45章 一之八戒 好 一起来看 圣经里说 耶色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 情不自禁 分费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耶色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 耶色对他弟兄说 我是耶色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耶色又对他的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耶色 就是你们所迈到埃及的 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猜我 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 已经二年了 还有五年 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猜我 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 余种 在世上 又要大师 拯救 保全 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猜我来这里的 不是你们 乃是 神 他又使我 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 全地的宰相 第一个祷告 阿华天父 我告诉 我求你 告诉我们 你的心意 我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旨意 好让我们的眼睛打开 好我们的信心 坚固 无论面对 什么样的问题 都能够胜过 靠你的恩典 主 我求告别圣灵 你们同在 就圣灵跟我们说话 同耶稣基督得圣灵 祷告 但是说 阿们 断基在 要讲什么呢 讲 耶稣与他的十个兄弟相认的事情 那对我姐妹 我们看回几章的时候呢 你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耶稣是雅各的十一个儿子 那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 雅各有两个老婆 一个叫拉杰 就是耶稣和变雅免的妈妈 OK 然后 这个拉杰生了 拉杰生了 这两个儿子过后呢 就去世了 难产去世了 所以呢 他爸爸雅各 对这两兄弟 特别溺爱 特别是 耶稣 什么好的 都特别给他 什么美的 都暗暗塞给他 那父亲 父亲啊 这种的事情不要做 这种事情做了 我家人会很糟糕 雅各就做了 这十个兄弟啊 看在眼里就不是智慧 我也是儿子 他也是儿子 为什么爸妈特别溺爱他 雅各做了一件彩衣 特别当当送给越瑟一个人 哇 给他的哥哥知道 更加妒忌啊 再加上这一个人呢 这个耶稣这个人啊 非常单纯啊 童言无忌啊 常常要什么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耶稣做了两个梦 一个梦呢 就是十捆的麦子呢 拜他 第二个梦呢 十个星星啊 拜他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讲给他十个哥哥听 他的哥哥更加愤怒 为什么 我是你老大 我是你哥哥 你竟然梦见我来拜你 这家伙 所以他们心里面 已经存了很多很多的恨意啊 很多很多累积下来的那一些的 那一些的 那个抱怨啊 向着这个耶稣这个小孩子 这个耶稣我知道 有一天 这十个哥哥在道里面放羊 没有回家 爸妈就担心 就派耶稣 去看看他十个兄弟里面的情况 回来报信 耶稣就一直跑 跑到哥哥那边 哥哥远远就认得是耶稣这个人 然后这里呢 已经在讲关于他的事情 所以心里呢 每一个人一类纪一类纪 已经讲到很不舒服了 看到哪儿 其中一个哥哥就讲了一句话 不如是这样子 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看掉 等不等到耶稣跑到他们面前 然后时不时冲进去 把耶稣抓住 然后丢到那一个洞里面 他们还在想要怎么样去整他 干掉他 做掉他的时候 不然间 有一个埃及的伤人经过他的地 一个哥哥就讲 不如这样子 把他拉扬 又钱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除掉我们的业重钉 以后 就不再会有人 来这样子来对待我们 让我们心中生气 然后就把他卖给这个埃及人 他必须要有一些首尾 要解决的嘛 对吗 这些哥哥呢就很聪明 就拿着外衣 然后试着破烂烂的 然后杀了窄了一只羊 把羊的血倒在那个衣服里面 然后就拿进去给他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耶稣 你怎么办 哈哈哈 他把那衣服的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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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这杯也都吃了 就这样子 事情就过了 这可怜的耶稣呢 就被外去埃及 当奴隶 不过这个人呢 很特别 上帝就这样子的看护他 他虽然大个努力 不过上帝祝福他 让他手索做 脚索行都哼通 一下子不久的将来 就变成整个家的管家 因为他的主人看重他 把整个家都教他管理 整个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越来越英俊消失 好几个惨战 问题产生了 他的祖母啊 就是老板娘 喜欢上他 哈哈哈 一直都停着 勾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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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不愿意 到有一天 他的老板已经是 一我共心 忍受不住了 叫他来房间 硬硬扯他 但是呢 这个耶稣 因为敬畏神 所以呢 就八腿就跑 这个祖母抓住他的外衣 脱掉他的外衣 耶稣就跑出门 老羞承论 因爱 承恨 就在那边 等他放回来 就在那口 老公你看 你的夫人也设他的衣服 在那房间 你看 我做了什么事情 主人一气之下 就把他吓进了 这个烟花的孩子 从今 变成 囚犯 他在囚犯里面 这个人也很特别 坐牢 坐牢也坐得比人家好的 在监牢里面呢 上帝又看过他 他被那个监狱长看中了 因为他做事很通 他很有智慧 就派定他成为监狱囚犯的头 然后就在那边照顾啊 点地啊 打你啊 大小 有一天 就有两个人进来 进见牢 一个是法老王的酒镇 就是蒙酒给法老王喝的 一个是法老王的厨师 进到里面的时候 两个人就同时间做了两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开 一个人就做了一个梦 就让他头上有很多食物 然后有一只鸟把他 所以食物都吃掉 酒镇的也做了一个梦 他的头上有很多葡萄 有法老的手 去摘葡萄来吃 没有人能够解 但是啊 做梦的人是好的 耶稣是一个发梦的人 整人发梦的人 所以有解梦的那个智慧 他就请了耶稣解梦 耶稣就为他们解梦 第一个 耶稣就说 你的头的食物煎掉 明天你的头就被人砍掉了 第二呢 你看到这些葡萄 然后有法老的手 你摘老师 明天呢你就被释放了 继续在法老的面前来进修 那不过呢 耶稣又交代金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 你几何帮我生烟 跟法老说 几乎我 我是冤枉的 明天真的发生了 一个被砍头 一个就被释放了回去法老那边工作 但是这个人太高兴了 忘记了他 他继续做了几年 到了有一天 法老王做了两个梦 他梦见一个梦的时候 他梦见青捆大麦和青捆小麦 但是突然间那个小麦吃掉了那青捆的大麦 他醒来 他又在睡着 做了第二个梦 他梦见河边有七只肥的牛牛豆 然后七只瘦的牛 那一下子那七只瘦的牛吃掉那七只肥的牛 没有他醒来的时候 睡得很乱 我听他 他就叫了整个IG的猛士来 叫他解梦 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啊 这个法老一路之下就宣布三天之内 如果你们不能解梦的话 我把所有的猛士都杀掉 七丢毙了 大家都紧张起来 整个国都紧张起来 突然间小镇就醒起来了 想起耶稣 就说法老法老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他很厉害解梦的 以前把我搬进去 以后把一个出事搬进去 我这样子 他把我解梦了 法老快点解梦来 然后耶稣进来的时候 法老就将这个梦告诉他 圣灵求管他 他一下子就解了法老的梦 他说法老 王啊 齐捆大麦代表七年 齐捆的小麦也代表七年 齐捆的大麦 和七枝的肥牛肚呢 代表你有七年的大丰收 然后接下来七年呢 有七年的大计划 但是呢 这七年的 这个七只牛和青捆的小麦 吃掉大麦 牛吃掉牛呢 代表这七年的饥荒呢 大过你的七年的丰收 哇 一下子 法老听了心里平安下来 就能够断 这个人充满智慧 因为神医的灌灾 他就讲了 他的现意 讲了一些计划 他说法老 在七年大多数的时候 你要收你的食物 在仓库里面 来预备七年的大灌灾计划 他说这个人很有智慧 从一天之内 从一个存放 变成一个宰相 就如他管理整个世界 整个盎司的埃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七年大灌灾的时候 就是因为 他的十个兄弟住的地方有饥荒 听到埃及有食物 过来买食物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哎 叶瑟认得他的十个哥哥 但是现在的他不一样了 干醒同同样 所以他穿着王光 是吗 带着王光 穿着很漂亮的礼服 他认得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不认得他 那这个时候的他 他就玩弄了他的兄弟一阵子 你回去看 你要看得清楚你回去看 然后接下来 这个时候就是他认他的十个兄弟的时候 注意他认了十个兄弟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由之恨 这是神猜我到你们以前 我要什么 保全你的生命 然后你再看 这样看来 猜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那兄姐妹 这个很特别 如果你遇到一个敌人的时候怎么样 把他们所有干掉 以牙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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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最爱我少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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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另外的角度来看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 其实敌人是我们的帮助 阿们 感谢主 我在想 为什么上帝没有灭掉魔鬼 普通一个牧师 普通一个弟兄 为一个被鬼扶的祷告 被鬼扶的人 奉主的祷告 他的鬼要离开 要听我的命令 跟上帝 如果他要灭掉魔鬼 可以吗 可以 他现在把魔鬼 关进屋地坑里面 可以吗 可以 他要把魔鬼送进地里面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魔鬼 还在这个世界上搅扰 还在你的生命里面攻击 还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打扰你 原因在哪里 各位姐妹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魔鬼 很多基督徒都不能经历神 如果没有魔鬼 很多基督徒的生命 都不能坚强起来 如果没有魔鬼的话 很多基督徒都不能深深体会到上帝的耳边 就是这个魔鬼一直在搞乱 人一直不断的依靠主 这个魔鬼一直吃灾祸 人更加依靠主 上帝的恩典灵在 上帝的祿福灵在 上帝为你追导 上帝为你争战 你从那边经历见证 你从那边经历自放 你从那边经历帮助赐福 所以从魔鬼的功绩 反而成为你祝福的管道 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今天上帝 有时候不阻止 魔鬼来磨练我们 原因 他要他的儿女 更加干强 更加文夫 所以我要告诉你今天 众姐妹 其实啊 敌人使你认识自己 大家来看 敌人使你认识自己 大家说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哪个圣经 真言第24章 30节到34节 真言第24章 30节到34节 Proverbs 4 Perset 1-34 圣经这里说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影 经济攒满了地皮 吃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倒塌了 我看见就流心思想 我看见就领了训练 在碎片时 打盾片时 抱着手躺过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防腐拿兵器的人来到 但经文在说什么呢 在说有一个人 看到一个懒惰人的田地 什么 和葡萄影 长满了经济 吃草 然后石墙就倒塌 一塌 无独的田地 就使这个人 因着这个人 另外一个懒惰人 得到一些的 取释的教训 他说 如果我在碎片时 在打盾片时 在懒惰片时的贫穷 就来找我了 贫穷就来抢掉我 贫穷就来吃掉我 然后缺乏就好像打兵器的人 来杀掉我了 来追杀我了 那对不起 圣经在告诉我们 看着人会得到取释的 看着人会明白一些真理的 看着人会得到一些教训的 其实敌人什么 敌人就好像一面的镜子 其实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 你相信吗 就是他一直在找你的破口 一直在找你的顺眼 一直在后面动你 不会再干着急 所以你才能够 感觉到原来你有缺乏的 你有缺点的 为什么可以动得到呢 就是你有动人 动得到吗 对吧 你没有动的 你怎么样穿得到呢 穿得到的 所以你如果 看得清楚的话 你自己在看的的话 你改变的话 你是不是更加认识自己 更加明白自己 有一个哲学家 讲了一句这样子的话 你听一听 他说称赞我的人 玩弄我像驢子 只有我的敌人 告诉我 我是真正的驢子 明白这句话吗 称赞我的人 你很漂亮 其实我不漂亮 我是驢子 你很厉害 很有力 我就帮他们看 干东西 你跳得很美 我就跳给他们看 你是好的驢子 他叫你身上我 当我驢子这样玩 但是我的敌人 在嫌我 你是一个笨蛋的驢子 没有用 固执 不美 你是离子 你知道吗 你好像你 真正是离子 你知道吗 其实 敌人告诉我的 就是真话 那对我姐妹 终言逆合 好像说我们得到 外在的攻击 批评 或者得到 人家对我们的 嫌言嫌疑 那对我姐妹 我们通常选择 拒绝 选择反抗 或者选择 自卫 Defend 或者选择什么 攻委去 对吗 对我姐妹 那时候我们想一想 当我们的敌人 有话说的时候 是不是说中 如果说中了 我们是不是继续在犯错 如果我们的敌人说了 说中的话 我们可以反省的话 其实 他的主力 会成为我们的助力 他的攻击 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阿们 我曾经有一个弟兄 为了他的女朋友的 妈妈的一句话 说你不用 今天再成为成功的人士 我曾经 回来典堂的时候 曾经有人告诉我 我要看你做得起吗 就一句话 使我一直要睡觉的时候 我想到 有人这样子说 上帝有同在 一定要做起来 他们的话语 成了我的能力 对我姐妹 那时候 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敌人 我告诉你 你不能要求我 所有人都喜欢你了 阿们 这个世上哪里 所有人都喜欢你了 在这里做着 也不一定所有人 承认你我所说的 或者是 或者是 明白 或者是同意 我所说的 你无论在哪里 都能够找到那些 要找你毛病的人 不论是在工作的地方 在学校 在公司 在作为朋友当中 在家里面总是有一两个 使你 心里面总是有那个 动机动机那种感觉的 是吗 讲个话都是很刺耳刺的 那种感觉的 那对我姐妹 如果你为了这两句话 为了这个人 永远起不来 永远为心事直 不值得的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备份获为力量 发愤图强 那这种姐妹 你就成功了 他们当成 一面你的镜子 使你认识你自己 你就成功了 所以这种姐妹 当批平来的时候 你要感谢他们 反而你要感谢你的敌人 让你认识你自己 使你更加强 阿们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 我们不必逃避敌人 也不必怕敌人 反而 让他成为一面镜子 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成功就在前面 答备吗 快看 第二 他来说 敌人使你改变自己 敌人使你改变自己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戒 Roman 7 8 Verse 3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戒 这里说 我们小的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依处 就是按着他的旨意 被招的 这句话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垂口说说 而已 他是他生命的经历 他一生能经历什么了 所以他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甚至为主的缘故 被下入监牢里面 被腾打四边 少一边三十九边 他曾经在法复印意见传乱 飘逢在这个海边三十天 他甚至被假弟兄 从教会夹假弟兄 他封出爱心 到狗来害他 他甚至遇到假的教师 当他教对东西的时候 教会有假的教师来影响 使到教会就觉得偏离真道 他心里面曾经受过极大的伤害 然后他经历极大的痛苦 但是到最后他却讲了一句话 他说原来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这一些事情发生都互相配合的 都互相来相补的 叫什么呢 叫这个爱神的人就是爱主的人 就是我 弟兄姐妹你啊 这些爱主的人得到什么 益处 他一直在告诉我们 我们身上所发生的点滴 无论好或坏都没有关系 到最后呢 是叫我而易住的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耶稣爱你 天父爱你 他不会给你不好的东西 所以你要相信 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 到头来到尾来 最终你会看到 别人全部都对我好 全部都对我有益 使我的生命更差 所以不要怕你的敌人 对我姐妹 敌人其实如果他批评你 如果他攻击你 如果他胜过你 对我姐妹 你要坚强起来 改变自己 使你可以胜过他的时候 你就比以前更强 有一个弟兄找我祷告 不是啊 我遇到我的企业 很难啊 我就问他 你感觉到怎么样 很辛苦 我做什么 他做什么 我剪了他剪了 我家的朋友家 总之要跟我翻 他做不到我死了 我就问他一句话 你现在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求祷告 就祖出脚而地了 我就告诉他说 我的弟兄啊 为什么你不要 用另外一个角度想 如果这个敌人 能够攻破你 证明说 你死了 证明说还有一些事情 你还缺防足够 无论经验啊 无论是祸 你的祸皮 什么都还不足够 他不如 你转个角度 使他成为你的目标 改变 做出改变 祷告求生 帮助你给你测验 给你智慧 怎么样去胜过他 如果你可以真的胜过他的话 那我的弟兄 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攻击 属灵界也是这样子 那弟兄姐妹 一个圣洁的人 在魔鬼面前是无可自在的 他想要攻你 他走来走去在你的身边 不知道从哪里攻你 到最后他放弃了 但是你站在旁边看 为什么魔鬼可以攻击到你 为什么你可以生气 为什么你会伤心 为什么魔鬼会做到你伤心 就是你有地方给他 可以做到伤心的 为什么你可以生气 你可以放弃 就是你有地方可以让他 做到你生气 做到你放弃的 所以一个如果明白主的质疑的人 我们要常做不是放弃 而是改变 改变使你自己更强 让你最软弱的地方更强 更加坚固到那个程度里 补助你盖住你的破口 知道魔鬼的地方无险可圣 无忌可圣 当你这样子呢 魔鬼只是不在那旁边 拔牢去拔牢去 找不到一个洞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都开过去了 没有办法攻击 记得吗 耶稣在出道之主的时候 经过四十天的祷告 禁止祷告 他饿了 魔鬼是来示范他 三次 第一次叫他什么 你饿了 你应该尊 你是神的儿子 将尸头变成病 耶稣告诉他 人活着 不是单靠尸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 对不对 然后把他提到很高的地方 第二次他 叫他跳下来 圣经别说啊 天使会扶住你的脚的吗 耶稣告诉他 不可以试探 我主你的神 第三 魔鬼带他去 站在圣殿最高的地方 告诉他 你看 世界上的荣包富贵都是我 你只要拜我一次 这全部都是你 你不用唱指甲 只要这个世界是你 你就不用唱指甲 结果耶稣击败了 魔鬼 魔鬼离他而去 你看 当你击败了魔鬼 魔鬼会离你而去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敌人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要他倒 要得胜他 不是我们逃避 而是我们做到他 看到我们去逃 阿们 我们要赢过他 赢到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从何着手来攻击我们 当你真的成功的改变的时候 你就永远得胜了 我的弟兄弟们 他明白 对付 今天 他能够攻击我 这是因为我不足够 我要使我自己更加强 到有一天 他要拜给我 对付我 对付我 今天也是这样子 今天你的生命 会出现很多敌人 免不了的 这个世界就这样子 你永远在逃避敌人 这份工作做了有敌人来攻击你 你换去别的工作 别的工作也是有别的敌人 对不对 你再换一份工作 还是不同的人 但是同样的敌人 对不对 在教会里面 你跟人家不好 你就要换教会 我告诉你去别人教会 也是虽然不一样的人 但是有同样的问题会产生 你在看教会 有多少教会里面可以放 我牧养教会 这些教会很难牧养 我就走掉了 我去牧养别人教会 我告诉你 别人教会也是有很难牧养的地方 很难牧养的问题 我一生能够跑多少千教会 我真的看过 牧师跑了很多千教会 还是做不到 做不好 不能做 别人在哪里 他不能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 他不能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 原因 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 就算没有问题的教会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也成了那个地方的问题 所以各位姐妹 既然我们不能逃避的话 我们去面对 让他改变我们 让他成为我们 坚强的 实验的场地 所以 当 敌人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帮助我们改变的更加强 我们会更加警醒 因为我们怕他 怕他找到理会攻击我们 敌人要讲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小心 使我们做事情来 紧紧有条 小心翼翼 就是避免给 这些敌人攻击我们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就迈进成功的路线 使我们做得更好 更加完美 更加具体 我们离成功不远了 各位姐妹 其实敌人是我们的助力 不是我们的主力 当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 很奇妙的 我告诉你 上帝不会拿走你的敌人 反而上帝会用你的敌人磨练你 是你更强的 上帝会用你的敌人来改变你 是你更强的 所以你选择 你要逃避你就一生的在逃 如果你要面对的话 今天你就改变你 这一次你就打胜了 敌人是我们的助力 不是我们的助力 第三我们来看最后来 大家说敌人使你得胜自己 敌人使你得胜自己 真言二十四章第十节 这里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了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了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退却的话 这样子不太可惜了 你的力量就微小了 但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依靠神 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更加寻求主的面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 而不是逃避 逃避就可惜了 你的力量变小了 即使你面对你的困难的时候 从前面 你的生命会改变 会使你更强的 你相信 有一些人 生病了 就跌倒了 离开主 但是有一些人 生病了 反了使他更加清净主 更加经历上帝的恩典 更加经历见证 有一些人生意失败了 破产了 离开主 有一些人破产了 使他更加明白主的主意 更加领受主的恩典 和赐主 我要在这里讲一个见证 刚刚发生不久了 祷告会的朋友姐妹 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印有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呢 是三亲妈妈的 和她的女儿相依为命 然后很年轻 丈夫就离开她 所以她就 她就 这个抚养 这个女儿 她自己打病 从会工作 会工作 从没有 会工作 做到自己有一些成就出来 患上cancer 过这个地方 这个姐妹呢 自从幸福 爱她 她种了一个 那这什么cancer 总是跟血有关系的 她活龙肿 活龙肿 做了几次的 肌膜 又回来 又回来 这一次最后一次 最远的就是 什么东西都拿进去了 还是越来越肿 她肿的那个情况 很可怕 头发都关了 你的 景象有shake 那么 她肿到她的景象 比她头更大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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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上一次我看到她的时候 就是在六页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去与你讲道 这个人呢 是助餐来的 教人助餐 她不是领餐 助餐来的 然后她的教会 所以我这边就说 不然你修齐啊 修了这些 她告诉我 一样 趁我还有力量的时候 我还是要试梦唱歌 敬拜神 所以这个人呢 如果他累的时候 真的会有些人 爬不起来那种分量 会有时呢 会有力量 没人稍微有力呢 就起来试梦 她甚至跟我们一起驾车 但是啊 到四十五分钟的 比业的地方 每人的地方 比较教会的地方 比业的地方 他们的分堂 做助餐 当时候的她 戴着假发 然后喉咙肿到 脸部跟喉咙比 喉咙比脸部更大 然后她 戴着一个scarf 就在那边唱歌 在那里 我在上面看她 那天的禁拜 只是普通普通的禁拜 没有今天那么高 但是我看到她 我很累 我说主位有一天 我这样子的时候 我能在你的面前 继续衷心向她 我再唱一声 唱一声 然后最后 上个星期 我去美兰传道 看到她很高兴 她的喉咙小去了 然后之前的时候 忘记讲一件事情 医生说不能了 你要去做transplant 什么是transplant 是移植细胞 需要在新加坡做 我要五百多千 怎么做 最后她的医生说 我打这一个药下去 不能就是不能 那我就为了祷告 并且为了祷告 美兰就也为了祷告 上个星期我去 我看她 我们小去了 我说行啊你 我说行啊 小去了 我这个星期用jack 我星期回来 她跟我回来 她就在帮我一jack 我回到家 放她不到半个钟头 不到一个半钟头 她打电话过来 她说牧师啊 医生说我好了 完全 好了 完全 谢谢大家 让她听到 看到我的心啊 感动了 我真的很感动 我感谢主 为她感谢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这个人的生命 我正觉得她配了 她配了主这样子来祝福她 她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非常坚强的一个姐妹 不认在生活上 不认在心情上 非常坚强的姐妹 这个社会有不一样的人 在属灵的 属灵的我们的群体当中 有这样的人 力强 业强 在灌篮当中 不退后 反而清净的人 上去要找什么 所以甚至告诉我们 如果在灌篮中 若感谢你的力量 主义上 反而在灌篮中 你要更加坚强 更加深深地清净的人 更加依靠主来走这条路 我告诉你 当你走过的时候 前面就要祝福 你看圣经里面 我们是耶稣 灌篮过后就是祝福 更大的祝福 越活 灌篮过后就是更大的祝福 大卫 灌篮过后就是更大的祝福 这是应许 上帝一直不断地让祂的耳里 看到每一个试验过后 每一个考试完后 一定有更大的祝福来到 阿们啊 在我们经历最难的时候 要想到前面 前面有大的祝福 前面有大的蒙福的事情 要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坚持走多两步 走多两步就过了 继续依靠 他就说 兄姐妹 我们的敌人 不是我们的主力 反而是我们的助力 最后 讲一个童话故事给你听 好不好 有一个王帝 生了一个女儿 都生了女儿 长大 一定要嫁个女儿 对吗 要找一个女性 然后王帝要找女性 当然要找全成分 全国最好 所以呢 就发通告 召集所有的青年 最漂亮 最俊郎 最有智慧 最勇敢的 来参加比赛 他就设立了三十关 三十个大关给他过 不论是摔跤 舍剑 跑步 爬山 三十关 结果三十关 通过了 只剩下八个青年 八个青年 最后一关 王帝就把他带到河边 就说 你们哪一个 从这里 最快的速度游过对岸 我的女儿就嫁给你 不过 这里面充满霸和的原因 哇 你看我 我看你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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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先 你先 你先 突然有一个 啊 一声 有一个年轻人 敲进盒里面 就 一段出关的速度 结果过了 他就发露起来 哇 终于你心动出来 大家拍手 青年上起来 上上台台的衣服 湿着的衣服 大家都为他攻击 攻击攻击 结果一个就问他 你真的很爱工作 哦 竟然真的 不打了一整个超下去 他说我不知道 让哪一个人把我踢进去 他说 啊 一声就要 就跟你赢了 这把这个人 就成为王帝的理性 问姐妹 有时那个 踢的人 没有 印象 甚至是 哪个人 是 还有一些人 那些人 是 一年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个人 一年